下禮拜就是母亲节了 现在相关的母亲节档期的商品 业绩也跟着看涨 其中像是蛋糕 人气就相当的旺 尽管预购的业绩开出红盘 但还是有业者敌不过成本压力 悄悄涨价 母亲节进入最后倒数 带旺消费蛋糕甜点销售 跟着甜蜜蜜 起司吧 比较奶油不会那么多吧 少糖 还有就是比较健康取向 草莓裹上糖衣可口透亮 起司基底填满莓果内馅 或是自由配乳酪 草莓苹果派都能搭 以连锁咖啡店来看 去年卖出20万个 今年上看30万 成长8%到10% 预估业绩突破1.2亿 一方面是追求健康 但是对于美食的这个口语 还是非常要顾 所以我们就是精巧的蛋糕 会越受到欢迎 那我们预计整体的部分 到母亲节应该也会 跟去年比有大概两成的成长 预估业绩倒不住开出红盘 但也有业者 承不住悄悄涨价 因为原物料上涨 像是坚果类贵了 一成五到三成 奶油也涨了 一成五到两成 其实它移民款 蛋糕里面的成分非常多 包括面粉 包括鸡蛋 还有奶油 其实这种东西 它的做过多少 都跟去年的价位 有一些差别 就这样啊 涨价就涨价啊 不然怎么办 屋家连连寒涨 即使价格小波动上扬 消费者也是很敏感 但预估在母亲节前夕 销售有望再冲上高峰 又见TV女跳丽轩台北报导